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尊重现实 维护两岸和平现状 会面整体气氛坦率友好 当日已由两岸及国际媒体近200家 超过600人采访此一举事瞩目的重要会面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双方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 近年来两岸均希望推动领导人会面 过去两任总统亦有多次表达 马总统近期强调寻国家需要 人民支持 国会监督原则 可在适当时机 适当的场合 适当身份下与大陆领导人会面 不排斥也不强求 并希望创造条件 大陆方面长期以来也积极表达见面的立场 本人于近期赴大陆访问期间 与陆方在非正式的场合中触及此议题 陆方重申对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态度 是一贯及积极的 本人也重申在APEC会面的既定立场 为陆方提出在第三地会面的建议 本人则提出如在对等尊严原则下 或可考量在两岸制度化协商 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加坡举行 当时双方态度开放 并同意带回寝室 我方经评估后 研议后 认为有助于巩固两岸和平现状 扩大两岸关系制度化 及促进民众福祉 原则同意办理 处理马锡会的原则与沟通的安排过程 会面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台海和平 维持两岸现状 会面的五原则必须对等尊严 会面没有预设前提 不设政治谈判 不签署协议或发布共同声明 会面选择两岸以外第三地 公开透明 尊重国会监督 无黑箱作业 相关分工 本案是由国安高层主导 陆委会负责主要幕僚作业 外交部 国安局等配合相关作业 依照国安高层指示 陆委会负责规划安排 并与陆方进行沟通 外交部负责与相关国家沟通协调 及总统出访事宜 国安局负责安全情势分析 与维安工作 与陆方之沟通协调 本会坚持在前述会面原则 及目的上 与陆方持续沟通 事先主要沟通内容包括 会面安排与移节 双方谈话内容与新闻媒体处理等事宜 本次会面相关安排系 经两岸沟通共同确认 相关沟通情形均晨报高层 并经总统及国家安全会议开会 及研议讨论确定 会前外交部与本会 与新加坡共同商议相关安排事宜 会面情况 一 我在会议上所提出的议题 马总统在会议中所提出 五点维系两岸和平繁荣现况之主张 包括 第一 巩固九二共识 维持和平现状 第二 降低敌对状态 和平处理争端 第三 扩大两岸交流 增进互利双赢 第四 设置两岸热线 处理极要问题 第五 两岸共同合作 致力振兴中华 首先第一 我们曾马总统完整向大陆表达 我方对九二共识的立场 马总统在开场致辞时 仅将九二共识的题目引出 而且他说明在等一下会议时 我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我知道这几天因为外界 对于马总统这个说明 有很多的疑虑 所以我们现在 我愿意把马总统在这次会议中 所讲的话完整的 你跟各位报告在这里 这是在正式会议的时候 马总统就刚才五点组 我只要再做进一步阐述的时候 第一 永续和平与繁荣 是两岸关系发展之目标 而九二共识为达到此一目标之关键基础 1992年8月1日 我方国家统一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议通过 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的决议 内容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双方所赋予之含义有所不同 两岸在1992年11月达成的九二共识 内容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其含义可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 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我方表示 内容完全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与台湾独立 因为这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容许的 这样的定位非常明确 也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共识 这就是马总统在正式会议的时候 有关九二共识的部分 所做的逐致的一个声明 那马总统在这个会议里面 也提到了有关两岸 村阁66年隔海分治 也在里面提到了宪法两次 也在提到了有关民主发展的过程 他提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他说中国近代史充满了太多战乱纷扰 现在大陆政经实力崛起 加上台湾的民主发展与成就 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所以他对于我们的民主发展成就 也有提及 他同时也提及我们的法治化 就是有关两岸的关系 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经过宪法临时征修条款的设计 将两岸关系法治化 我觉得是说得非常的清楚 第二点是提出尽数处理两岸协商相关的重要议题 为创造两岸双赢及保障民众福祉 马总统提出应尽数处理货品贸易 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及路客中转议题 争取尽数获得实质重大进展 马总统亦表达大陆专科毕业生来台 就读之专生本等扩大各项领域交流相关议题 以增进相互了解及民生福祉 第三 马总统呼吁路方理解台湾民众关切的安全与尊严 马总统在会议中提出安全与尊严 是台湾民众的重要关切 表达路方持续与对台军演及飞弹部署等军事威胁 以及我国国际空间受挫情况 并倡议因正向看待台湾参加 区域经济整合等 习路方要认真理解 呼吁路方在政治军事 社外社会文化及法律等各领域争议 都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 路方正面允诺 处理我方提出的相关议题 大陆领导人针对货帽及互设议题 表示因抓紧商谈 争取早日达成一致 欢迎我方加入亚投行 路方并同意设置两岸热线 处理紧急与重要问题 由陆委会与国台办首长为热线窗口 及时沟通 同时指示 国台办将专身本议题列为专案研究 此外 亦强调理解台湾与国际活动的想法与感受 重视解决问题 对于军事部署部分 则说明并非针对台湾的 各界反应 第一 国内多数民意肯定此行有助彰显两岸和平意涵 舆论认为马锡会 据划时代意义 开启两岸领导人峰会新局 有助两岸和平稳定 为部分舆论 亦指出九二共识 是否为台湾民意接受 及如何确保会谈成果 仍是挑战 亦有批评指出 一个中国政策框架 框限台湾在两岸关系的抉择 伤害主权 第二 美日欧盟等国家均表肯定 欢迎直接对话和平解决问题 美国 欧盟 日本及新加坡等国家官员 分别在会面前及会面后 表达肯定的立场 乐见两岸和平 促进区域稳定 并对两岸领导人会面 及两岸关系发展给予支持与欢迎 证明两岸透过和解进程 建立互信 强调马锡会令人鼓舞 是全球冲突处理的最佳典范 国际媒体亦大幅报道 正面看待本次会的历史意义 重要的意涵 本会认为重要的意涵 有下述几点 第一 维系两岸和平 为台海及区域稳定 创造历史与典范 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符合两岸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我方在对等尊严原则下 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 彰显我政府对维系两岸关系 良性互动 巩固台海和平的决心 第二 巩固九二共识基础 维护台海现状 两岸在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基础上 开启两岸制度化协商 及官方互动 为两岸和平稳定 奠定基石 两岸领导人会面的过程中 我方完整说明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意涵 充分彰显中华民国主权 与维护台湾尊严 并坚持台海 不同不都不武的现况 第三 两岸相互面对正式现实 透过本次会面与对话 马总统将我方 关切的两岸定位问题 国际空间与军事安全等 高度命案议题 坦率向陆方说明 马总统更是第一位 在大陆领导人面前 说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及两岸隔海分治事实的人 促使陆方面对中华民国 存在事实 大陆方面领导人习近平 亦当面表达将认真思考 此一互动进展 有助双方相互正式 及务实面对当前两岸关系现实 第四 深化两岸关系制度化发展 增进两岸互信 两岸领导人会面 是两岸隔海分治66年以来 最重大的历史里程 对于两岸关系制度化发展 以及两岸领导人的会面 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 有助增进两岸互信 结语 推动马总统与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会面 是建立两岸 以和平处理争端的重要典范 向国际社会传达两岸 永续和平的重大讯息 两岸关系的稳定 攸关台湾生存发展 及民众福祉 此乃朝野及全民一致期盼 未来本会将持续 以民众福祉为念 以国家利益为先 务实推动两岸相关事务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有关马总统 在正式会议的稿子 我们也会在今天上午之前 全部公布 谢谢 好 谢谢夏主委 那么请问 这个外交部跟国安局 都提供了这个书面的报告 请问外交部 有没有要做口头报告 不用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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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